李景龙反手关上了门,用带着一丝哭腔的声音问道, 陛下,何至于此啊? 本来满脸冷漠的朱棣被他这么疑问,倒是面色有些缓和了起来。 随即,朱棣就明白李景龙这是误会了什么。 什么何至于此? 看着眼前更快冷邦邦的石头似的朱棣,李景龙一把鼻涕一把泪。 陛下,上次的两万五千两,真的是成全不家底了呀。 操国公府数百口人,总得留点银钱养家吃饭的。 您别看成天天开着这么大一艘船在秦淮河上荡来荡去, 这都是洪武初年我爹留下来的老古董, 前阵子船顶木头烂了差点沉了。 朱棣想要开口,陛下您不用说, 陈发誓跟剑文鱼你也绝对没有任何联系。 日月有名,国无二日。 陈心中真的只有陛下一个太阳啊。 二层屋檐内,雨水从朱棣的甲轴上滑落,滴滴答答会成线。 扶着腰刀的朱棣耐着性子听完了李景龙的哭诉表忠心, 随后看着模样滑稽的李景龙说道, 行了,朕不是来找你的。 还在叙叙叨叨的李景龙顿时止住了嘴, 表情极为精彩。 陛下! 朱棣懒得解释, 找你用得着朕亲自带兵来? 李景龙脸上一红, 旋即一喜。 如今, 他作为曾经丧失师弟的南军主帅, 不仅见闻就成厌恶, 他在大好局面下顺风浪输, 严峻阵营那边他也被嘲笑将门犬子, 是个顽固子弟。 因此虽然威劣百官之首, 但谁都想踩他一脚, 反正李景龙现在地位尴尬, 连个屁都不敢放。 他也知道朱棣猜忌心重, 李景龙索性上朝的时候便当地摆上, 用来安定怀惜薰贵的心, 下朝了则是开着自己的大船, 奏乐燕影, 在秦淮河上随波追流。 这便是常见的自污手段了, 以示自己没有一心, 只求荣华富贵。 当然了, 以李景龙的名声和能力, 其实他不用自污, 朱棣也不会怀疑他 因续死事意图谋反, 他没这个能力,懂吧。 至于效果怎么说呢? 自污是态度, 不是手段。 如果连的态度都不摆出来, 皇帝怎么信你? 李景龙当然也怕朱棣跟自己秋后算账, 但他却清楚, 朱棣犯不着, 也没必要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拿下他, 更不可能亲自带队, 所以他才会非常费解。 朱棣不找自己, 找谁? 李景龙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朱棣开口问道, 江星火是不是在你船上? 是。 李景龙窥着朱棣脸色, 陈与其人在封月之所有就买过一首词, 昨晚游览秦怀, 见其落水便搭救了上来, 其他事情并不知晓。 你最好不知道。 朱棣顿了顿主妇说, 记住, 待会儿进去不要暴露镇的身份。 李景龙愕然, 皇帝见江星火, 为什么要隐藏身份? 难道这是朱棣失散多年的私生子? 朱棣自然不知道李景龙的心思, 他摘下东眸斜在壁弯处说道, 镇现在是终于为校尾, 淹破鲁。 朱棣吸了口气, 雨水和寒风灌入嘴中, 他抿紧了嘴唇, 推开门。 曹公子, 你的脸面起作用了? 听得推门声, 江星火披着纯白雕球转过身来问道, 却只见到风雨交加的门外, 一位身披扎甲的中年男人在认真地打量着他, 其人神情威严而肃目, 目光之灵力, 让人不由地心惊胆战。 说回朱棣视角, 和江星火的第一次见面, 其实有些出乎朱棣的预料。 朱棣又端向了一番江星火, 平常都是听的声音, 印象里对方难免是个懒散到有些邋遢, 但偏偏是有大本事的恰如旅足那般的神仙人物。 如今七眼见来, 对面却是个眼神明澈的青年, 披着雕球安静地坐在踏边, 看起来脾性有些内敛。 江星火看着曹九江灰溜溜地跟在后面, 就知道曹公子的脸面, 这次是不太好使了。 所以, 极有威严的这人是。 李景龙看着朱棣直勾勾地盯着江星火看, 甚至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更是确定其中必有猫腻。 于是, 为了积极表现一下, 在江星火发问前, 李景龙开口说道, 烟笑味, 这是江狼。 朱棣眉头一皱, 好恶心地称呼。 李景龙傅又指着朱棣介绍道, 江狼, 这是忠义未笑为烟破鲁。 朱棣点了点头, 嗓音有些沙哑的张口问道, 你便是赵玉逃犯江星火。 正是在下。 江星火有些设恐人士的嘴瓢状态, 丝毫没有在赵玉里指点江山的慷慨豪迈。 烟笑味, 下雨好, 嘴还瓢了。 话音刚落, 江星火便觉得眼前闪过一抹寒芒, 一把看起来极长极臣的刀背这位烟破鲁笑味, 单手倒拔了出来。 朱棣冷冷地说道, 我奉命斩杀越遇死囚。 冰冷的沙鸡在空气中蔓延, 李景龙见状整个人如坠冰枯。 这特帽是什么节奏啊? 朱棣疯了吧? 难道江星火不是他私生子, 是他情敌的? 朱棣提着闪烁着悠悠寒光的长刀走向江星火。 等等。 李景龙急忙阻拦。 朱棣看了他一眼, 怎么? 你也想死。 李景龙咽了口唾沫, 摇了摇头。 你若想死, 尽管站在前面, 待我先宰了你再轮到他。 说吧, 朱棣挥着刀坐视玉劈, 吓得李景龙连滚带爬躲到了屏风旁, 蜷缩着身体瑟瑟发抖。 朱棣冷哼一声, 双手高高举起刀来, 同时仔细地观察着眼前江星火的神色。 却见江星火, 撇开了嘴, 满脸喜色。 江星火躺倒在榻上, 地幕等死, 甚至还调整了一下枕头的位置, 让自己躺得更舒服一点。 简直就是一副躺平等死的咸鱼状态, 连翻个身都不肯的那种。 我躺好了你来吧。 朱棣 李景龙 朱棣文研皱起眉头, 盯着江星火, 直勾勾地看着, 仿佛要穿透他的皮囊, 看清楚内力, 看看这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折仙, 是不是真的不怕死的。 半天没有体会到那种熟悉的走马灯感觉, 江星火摸了摸脖子, 刀没砍下来, 暂时还没死成, 于是疑惑地问道, 怎么不砍? 胳膊举妈了?